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张临旗第三主日 读经是《伊撒尔亚先知书》第35章 第1至第6及第10节 主题是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妹 首先让我们安静地坐在这里 你所在的地方安静吗 坐得舒服吗 舒服的意思是让自己的脊骨尽量保持直 当然都可以轻轻地让椅背承托着你 如果你觉得合上眼睛可以专注一点 就合上眼睛 如果不是就可以望着荧幕 意识你双脚搭着块地 意识你的呼吸 一呼一吸 让每一次吸气都吸入上主的气息 每一次呼气都将你的气息和其他人分享 现在就呼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去祈祷 我会将第35章1至6节和第10节 慢慢地读两次 当你听到那一句 或者哪一个词语吸引你的时候 你就将一句记在心中 可以不用再听我的朗读 只是在心中重复那句话 在心中的室内 方夜和不无之地 必要欢乐 沙漠必要瘾气 如花盛开 盛开得有如白盒 高兴得欢乐歌唱 因为他们将获得黎巴嫩的光华 加以墨尔和沙龙的美丽 他们将见到上主的荣耀 我们天主的光辉 你们应加强毁弱的手 坚固战动的脚 告诉心怯的人说 鼓起勇气来 不要畏惧 看你们的天主 报复而到 天主的报酬而到 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 那时 核子的眼睛要明朗 龙子的耳朵要开启 那时 婆子必要跳跃如鹿 雅巴的舌头必要欢呼 上主 所解救的人必要归来 快乐地来到希涌 永旧的欢乐 临于他们头上 他们将尽享快乐和欢喜 再没有忧愁和悲哀 现在我再慢慢地读第二次 请大家继续用耳朵去听 用心去体会 方野和北无之地 必要欢乐 沙漠必要欣喜 如花盛开 盛开得有如白盒 高兴得欢乐歌唱 因为他们将获得 黎巴乱的光华 达尔默尔和沙漏的美丽 他们将见到上主的荣耀 我们天主的光辉 你们应加强毁弱的手 坚固战动的脚 告诉心怯的人说 鼓起勇气来 不要畏惧 看你们的天主 波伏二度 天主的报酬二度 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 那时 核子的眼睛要明朗 龙子的耳朵要开启 那时 颇子必要跳跃如鹿 雅巴的舌头必要欢呼 上主 所解救的人必要归来 快乐地来到兴雍 永旧的欢乐 与他们头上 他们将尽享快乐和欢喜 再没有忧愁和悲哀 现在再意识一下 内心有什么感觉 当你留意到哪一句 或者哪个词语 上主好像有东西想跟你说 你就可以停留在那里 将吸引你那一句 或者一个词语 好真心地 好认真地重复 留意重复时候的感觉 说给耶稣听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或者有什么思绪浮现 如果以下的问题 对你有帮助 你就可以用来祈祷 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需要 就可以放开他们 你对于先知所描写的欢乐情景 有什么感觉 你享望吗 你相信是不是真的呢 你觉得是过去的事 因为跟你有关的 或者你又可以告诉耶稣听 你内在有什么阻碍 西道里时时都缺少了喜乐 你需要上主亲自来到帮助你 你现在的感觉和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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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碰觸到你的生活经验 就将你的生活经验 与耶稣谈一下 如果你心中对耶稣有抱怨 都可以很放心地说给耶稣听 祂会明白 祂能够承托你 就让自己经验到主耶稣无条件的爱 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你告诉耶稣听 跟祂聊天你有什么感觉 耶稣想你记住什么 你需要什么恩宠 我们感谢主耶稣跟我们一起 是 聆听我们 并且对我们说话 现在慢慢地意识自己在张耳子上面 当你感到适当的时候 又慢慢打开眼睛 如果你有笔和纸 可以简要地将刚才的经历记下来 尤其是你的感觉 你听到耶稣对你说了些什么 你需要些什么恩宠 好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愿主祝福大家 zech并 helium рон 文字幕志愿